一鳳你爸爸媽媽 住心社區 對啊 就是年紀比較大 這個舊公寓也不方便 對 然後因為我現在 雖然沒有工作 但事情有一點多 然後因為沒有管理員 沒有工作 事情有點多 收入也有一點多 對 邏輯 有點 爸爸媽媽都不寫LINE 電話卡在裡面就寫訊息 直接找你就對了 你不能不接 不接 打打打打就一起來 然後接了 把阿嬤怎麼樣 你回來坐 就割掉 這還滿權威的 來喔你知道嗎 趕快跑回去 你幫我看一下這個包裹是什麼 看包裹他為自己開啊 看 看一下 他說到底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兄弟姐妹 到底是誰誰訂的 我就說這真的不行 後來就就是去新的社區 至少有物業有管理員 對不對 好 爸爸幾歲 爸爸七十七十歲 七十歲 年輕啊 對啊 蠻年輕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去那邊應該就比較沒有狀況 你正說他把你卡定位 你沒接 他會怎麼樣 他會在我的臉書下面留言 直接公審 他留言寫什麼 就是 好可愛喔 既然你都可以寫這麼多字 你要不要寫一下 什麼事 那你如果再不回呢 訴回 然後你還沒有回呢 因為你有急事嘛 可是好像也不太 我也比較不敢不回啦 不敢啊 對啊 對啊 所以還是要回去 就想說就 新的社區有物業啊 保全什麼都很不錯啊 可是事情還是有點多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 難道那個主任直密 都沒幫你做嗎 然後他就說 後來才知道說 是我們那個社區 因為新的社區 他都有Line的群組 然後就有一個住戶 一個女生四十幾歲 就會常常請我爸媽幫忙 他嘴巴很甜 幫忙什麼 各式各樣 因為他們那邊 如果收東西有沒有 就是保全 他是不會幫你貸付款 他就是說你貨到付款 他是不幫你簽的 因為很怕說 如果到時候是詐騙或什麼 所以他就會請我爸爸媽媽 去收 我爸爸媽媽就很高興 人家跟他講 只要你會負責 他就這樣子喔 就去坐那邊等 然後呢 後來有一次收到一個東西 這個有好人家 對 真的喔 後來有一次收到一個東西喔 然後其實那個小姐 他也不確定 是不是他訂了寶庫 後來果然就是個詐騙 然後他錢不給我爸媽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 他幫他收了 那錢不給你爸媽 對 我爸媽就幫他付了嘛 他說這個詐騙 這個我沒有要 然後就算了 對 算了之後啊 然後我就跟我爸媽講說 你們在Line的那個群組裡面 就盡量不要搭理其他人 因為他也不是說 會謝謝你或什麼東西 他只是嘴巴舔一點 然後爸媽就知道 就不太理他了 那不太理他之後 這個女生就是把所有事情 當理所當然 他還看到有一些就是獨居的 然後他都會有 那個四十幾歲女生 沒有沒有老公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只是一個人 那為什麼他不找別人 要找你爸 沒有 他在群組裡面啊 他就在群組裡面 一開始都很有禮貌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各位親朋友 我下午有什麼什麼事情 趕不回去有沒有 誰在可以幫忙的 那我爸媽就想說 反正他們都在嘛 就幫忙 結果等一下 是你爸 你媽 我爸媽都有 我爸都有 對 因為他們退休了有時間嘛 對 不要想太多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這種人 他把這種東西 視為理所當然 這種東西 對啦 你不用理他啦 結果後來 又有其他的受害人出現 就是有其他的那種 獨居的老先生或老太太 還有移工在照顧他 然後他有時候就說 不好意思 你們那個瑪莉亞 還是你們那個誰 可不可以幫我 就清一下家裡 哎唷 我還可以這樣啊 你們叫的外傭來給我用一下 對啊 然後那就是有人就講說 反正也沒關係嘛 反正如果他去曬太陽的時候 就是請他們去幫忙一下 得寸進食 然後後來人家就講說 不可以這樣 這樣子如果被人家知道的話 搞不好你這個會被取消 或就是這是不行 我會反正說 對 這是不行的 好 重點來了 他就直接恐嚇這些人 就說你不幾點 就是今天下午幾點幾分 然後要處理大廳啊 處理什麼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去勞工局檢局 檢局什麼 檢局就是說你那個外傭有問題 你那個移工有問題啊 有些人 有些人的是過期了 只是說就是照顧得很好 然後他就希望說 這個人可以繼續 繼續留下來照顧他 這居心好測耶 對啊 然後這種很可怕